第33届亚太援州会议今天在吉隆坡先开序幕 中美贸易战成为关注的焦点 首相敦马哈迪表示 贸易纠纷应该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他还调侃说派军舰到南海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虽然敦马说我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可以发表立场 不过他形容中国和美国这两大巨人之间的纷争 东盟力量薄弱根本无法插手 中美贸易战持续 我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本区域国家到底该如何应对 94岁高龄的首相敦马哈迪 今天在第33届亚太援州会议上分享他本身的看法 他说中美两国最好是坐下来协商 因为动用武力威吓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甚至有可能会波及无辜 敦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球夺走700万条人命 这种情况相信本区域各国都不想看到 不过敦马也承认相比起中美两大国 东盟各国的力量根本微不足道 就算东盟想发挥力量介入调停 恐怕也无法发挥作用 敦马强调东盟主张和平 对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他深感失望 因为类似的纠纷对各方都没有好处 各国可以相互合作 良性竞争带来更多好处 NTV7综合报道